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还有很多国家没办法取得疫苗 但是也有些国家的民众对接种疫苗却步 各个方面想尽办法吸引他们注射疫苗 在澳洲 飞机搭到饱 澳洲国内感染病例不多 一般民众对接种疫苗缺乏兴趣 澳洲目前的接种率仅仅是2% 澳洲航空公司特别推出打疫苗抽大奖的活动 希望能够提高疫苗接种率 澳洲将提供10个超级大奖 至少每一个州和领地有一个行运 能够一家四口在一年内不限地点 不限次数地乘坐澳航和折星旅行的航班 这项活动将纳入已经接种疫苗的每个人 适用于所有在2021年之前注射疫苗的人 在香港掌机票车票和豪宅 为了鼓励接种疫苗 香港除了机票火车票入场券抽奖之外 还制出掌高楼的大招 当地一个房地产大乘在串金赤土的香港 提供一套新大楼公寓单位作为接种疫苗的抽奖奖品 18岁以上的香港人只要接种了两剂疫苗都可以参加抽奖 大奖的价值是1080万港币 美国的花样最多 没有哪个地方好像美国推出这么多打疫苗给予奖励的活动 接种疫苗不单可以拿到免费的甜甜圈 棒球票的门票、食品杂货 甚至可以拿到储蓄的债券或者奖学金 还可以中大奖 奖金是100万美元 一个星期开奖一次 连续五个星期 而在纽约 疫苗突然间成了毒品的代名词 在麦哈顿联合广场 纽约人只要出具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证明 就可以获得一支免费的大麻烟 以色列提供免费饮料 吸引民众注射疫苗 以色列拥有全球最高的疫苗接种率 没有接种的人很容易遭遇各种门楼 因为很多酒吧、健身房和餐厅 只是对已接种者开放 特拉维夫今年较早的时候 退出打一针喝一杯的活动 在临时设置的疫苗酒吧 提供接种者免费的饮料 对于滴酒不佔的人 也可以选择牛奶布丁和咖啡 关于英国首相约翰逊结婚的新闻 刚刚过去星期六 5月29日 56岁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和33岁的女友西蒙芝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秘密结婚 5月30日深夜 英国的太阳报披露了 约翰逊手上秘密婚礼的细节 第一点是关于新娘的婚纱 新娘这件婚纱价格是2800英镑 但是它是用45英镑的价格租来的 第二天就将婚纱还回去 第二点是关于谁出席了手上夫妇的婚礼 按照约翰逊自己发布的防疫路线图 婚礼最多只可以有30人参加 在约翰逊的30人名单中 约翰逊的兄弟姐妹出席了婚礼 新娘和新郎的母亲都在嘉宾名单当中 但是西蒙芝的父亲马修西蒙芝 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出席 约翰逊夫妇在结婚前已经有个小孩 约翰逊前妻和情婦共有五到六个子女都没有出席婚礼 太阳报披露的第三点是关于婚礼的细节 手上夫妇的婚礼为客人提供了英国最好的下午茶和饮品 一个名为小提琴弓的乐队在现场演奏 婚礼上客人围着火坑唱歌跳舞 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半才散去 西蒙芝更加是光着脚来制造气氛 客人被告知不可以拍照以免善文 包括婚礼日在来 约翰逊夫妇只是利用周末过了两天的迷你物业 保守党议员和内阁大臣都没有被列入约翰逊三十人的奔合名单当中 6月21日解禁之后 首相夫妇将为他们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以平息他们的不满 第五点是新娘婚后将使用丈夫的姓氏成为第一位约翰逊夫人 约翰逊前面两位太太分后都选择了保留梁家的姓氏 这个被西蒙芝打破了一个小小的记录 其他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局被爆出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周边国家高官进行监视 美国情报局前官员斯洛登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这件事情有关 丹麦国家广播电台5月30日报道称 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 对包括默克尔在内的欧洲政府高官进行监视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 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的讯息电纜对瑞典、挪威、法国、德国的政要进行监视 斯洛登在推特上说 拜登已经为其不久后的欧洲之行 准备好回答你的问题 另外 美国总统拜登5月30日出席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时候 发表讲话 他说 最近我和习主席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 我明确地告诉他 我们除了为全世界的人权大声疾呼之外 不会说别的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拜登还表示 两星期后 我将和普京总统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我将明确提出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任其侵犯人权 美国福克斯新闻评文说 这是拜登向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袖发出的警告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发起新一轮针对中国新冠病毒索源的调查 加拿大随即表态支持 英国情报部门也说 将协助美国调查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洩漏的可能性 不过 英国首相约翰逊29日在加拿大一个节目上表示 他不相信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洩漏的 若韩逊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节目 罗斯玛利巴顿的时候 针对新冠病毒索源这个问题表示 我要清楚地告诉你 我所看到的东西并不表明病毒来源的头号嫌疑 就是来自实验室的洩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日前对新冠病毒索源调查表示 这个是美方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 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 澳洲和新西兰的领导人 星期一对香港的发展以及新疆人权状况表示严重的关切 两个国家试图在中国问题上步调一致 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中国问题 澳洲目前和中国关系搞得很僵 新西兰就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 这个导致政治评论家和媒体认为 新西兰在中国人权问题上 并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否认这种说法 他说 新西兰和澳洲在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立场相似 我反对任何关于我们在这些极其重要问题上 并没有采取强硬立场的说法 澳洲总理穆里森支持阿德恩 他说澳洲和新西兰是贸易国家 但是两个国家都不会拿自己的主权做交易 他说 我认为作为伟大的合作伙伴、朋友、盟友和真正的家人 会有一些令我们很远的人试图分裂我们 他们不会成功 穆里森和阿德恩会午后发表联合声明 对新疆人权状况表达着严重的关切 并表示中国应允许联合国和其他方面进行实质性的考察 这份联道联合声明还提到香港和南中国海的问题 这两个方面都被中国视为内政 5月31日日本媒体称 日本政府将着手确保 由中国政府资助 并且在日本大学开设的孔子学院的透明度 日本政府说 今后将要求各间设立孔子学院的高校 充分公开孔子学院的教育内容和组织管理情况 日本政府将和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 以及外交部等相关部委和机构合作 搜集信息 在日本14所大学中已经建立了孔子学院 中国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的措施 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这个政策今天一公布 立刻冲上了微博的热手 同时引发传闻的热议 其中大部分网民撤反对的意见 中国的新华社 还在官方微博发起是否准备好三系政策的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 百分之九十人选择了不与考虑 有网友用六个字回应这个政策 借要远距唐平 唐平是最近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新词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 国家是允许你生 又不是强迫你可以选择生一个 生多个或者不生 这样做是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电影导演张艺谋及被妻子陈庭 曾经因为生育三个子女 被罚超过七百万人民币 陈庭3月1日在微博发文说 提前完成了任务 张艺谋的微博 艺谋工作室逆转发帖文表示支持 引起了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问可不可以退回钱? 意思就是可不可以要罚款?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9日发文清 近日注意到某位中国公民在伊朗旅行时 有违背当地公罪良俗的行为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演员 伊朗当地传媒报道说 一位居住在伊朗的中国男子在网上上传视频 声称只要花费50美金 就可以在伊朗为所欲为 包括与当地年轻女子发生性关系 这个视频被广泛传播 以后网上又有另一段视频 内容是这名男子的道歉 并称已经删除了相关的影片 当地警方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为庆祝中共建党百年 中共今年将首次颁售七一分章 5月31日中国人民日报刊登了29名 七一分章提名建议人选公事 作为唯一一名红二代 中共早期领导人渠秋白的继女渠独伊上榜 今年百岁高龄的渠独伊 1921年11月出生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 曾经担任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 她的一生堪称中共百年历史的缩影 渠独伊一生堪壳 她曾经说过 我不喜欢回忆往事 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 1964年她丈夫李河因病去世 半年后读大学的儿子 亦因病早逝 文革开始之后 渠秋白被打成叛徒 太太杨志华被关进秦城监约六年被迫害致死 1977年才获得平凡 直到1978年 渠独伊才回到新华社工作 1979年 渠独伊上书中共请求为父平凡 三年后渠秋白才获得平凡 今天的新闻报告到这里为止 Zither Harp